好可愛的嘉賓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各位莉菱今天的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 精采的節目現在正式開始 首先邀請大家聆聽欣賞由天園美聲所帶來的表演 由音樂卡內基太陽聖的導師所創作的動人名曲 永不匱乏的愛 音樂卡內基太陽聖的導師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影響一奔愛 你在等過藍山處 看著我來 千年旨約ban佈 一切有了交代 永遠主力守候永不虧房的愛 春去春来花谢花开 爱蔓延开来 幸福吉祥的道理 前行且明白 穿梭人间爱爱的乌霾 用爱求精彩 今生到如现在拽开 暖暖太阳爱 这永不违法的爱 愿与宇宙外 今生来到了现在 竟然可以好好被疼爱 曾经你梦又笑如尘埃 快快把脚步埋开 要怎么收获钱那么窄 珍惜这份爱 我怎么收获钱 謊论 真心 大家 不會翻白 曾經人海風沉重 贏我一份愛 你在灯火烂山处看着我来 千年纸月桥安排 终于有了脚带 永远处理守候都会发的爱 温暖空海太阳的爱 无法被取代 从前起把握住在手中的金牌 感恩这永不规乏的爱 生命好精彩 缘缘毫和甜蜜之外 乱乱太阳爱 这永不配发的爱 他一直都在 今生来到了现在 红子可以好好背着爱 温暖空海太阳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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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幸福人间才 现在未来 做我永远不在 亲爱的太阳盛的导师好 亲爱的太阳盛的导师好 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们 大家午安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超级生命密码 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富有的黄金密码 我是韦晨 欢迎大家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品真 感恩各位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与我们一起共度这美好的时光 一同见证爱与感恩 所为我们带来生命蜕变的喜悦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一鸣 感恩太阳盛的导师 也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的志工 还有大家的热情参与 才能共创今天非凡的感动 董事好 大家好 我是方佑 感恩今天的分享会 让我们的心再次有了感动 当境界提升 我们的富有次第 当然也会随之提升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想通又弄通 富有真的可以好简单 功成名就轻轻松松 真的 大家真的好有缘分 出发一定有个方向 相信我们今天的相聚 肯定是朝着不有而来 没有错哦 为了让大家加强今天的学习品质 以及更理解太阳盛德导师的愿心愿力 在节目的一开始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观赏 由太阳盛德导师给全球的朋友们 所带来的音音期许 欢迎导师 导师好 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中 揭开生命秘密的聊天 两个重要密码 爱与感恩之后 已有不少朋友 在真心领悟其中奥妙的心境中 的确扭转了原本身处 淋漓的困窘与反忧 让他们在自身很平和的心境下 确实领悟了大自然 对每个人那份纯真无伪的爱 有些人在看到自己切身在之前 与之后的差别 不禁滴下了动容的热泪 这在在的诸多实力 似乎已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只要您愿意 天地的爱是永无止境的 我何其有限的 因为种种的因缘成熟所致 把生命密码的诸多奥秘 赤裸裸的借着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共诸于世 其中的最大用意 就是希望天下的各地游人 都能够彼此打破成年的框架 无私无为的真心接受天地的爱 让一切事情都能够变得那么简单 并且在真心投入之后 从此为我们的明天点亮一盏名单 让改变命运不再是传说神话 简简单到就在当下 而最重要的是无论贫富贵贱 只要真心 只要愿意 天地的恩宠 就会从下一秒开始 根据诸多读者的反馈 他们说这本书 虽然用轻松白话的口吻 到进了诸多重要的人生课题 但奇妙的是 在他们一遍又一遍 反复读透此书之后 竟亚然发现每一遍的领悟中 都有许多截然不同的领会 带领着他们欣然进入 过去现今未来的生命隧道 而且因为在有光的祝福中 他们不但不再畏惧害怕 过去恼人的诸多主题 反过来的却是 在自己扫去过去人生的 诸多阴霾之后 他们竟然也瞬间 蜕变成人世间的发光体 去引领世界各角落 需要被帮助的有缘人 我常奢望着 如果地球上能够多些人 都像这些读者那么的发心与用心 那么的可爱 那么我们的世界应该会越来越好 而且我们的生活品质 也会越来越理想 因为有福的人多了 世界的诸多现象 就会变得更加吉祥 而这个进步的像 就是宇宙殷勤期盼 我们能够真正迅速达到的一个目标 好感恩这些实证书中伟言大意 而得到枯朔成果的读者们 有些人因为这本书 而改变了生活中的问题 其速度之快 真的是让人难以相信 有的读者在一个礼拜 十天 两个礼拜 就已经有明显的成果的改变 有的读者 在一个月 两个月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试过天晴了 若不是他们的努力 有哪里可以明白的告诉世人 在这本书中的诸多观念与方法 是确切真实的呢 若不是在他们持着简单的赤子之心 热情投入 又怎能真正的抓到重点 为自己的未来定论了 独一无二的必然脚本 因此在人群中带领着更多有缘人 一同片长诸多宝贵的惊喜 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中 我一再强调 无论是有没有宗教 或者是任何门派的朋友 只要大家认同 我们每天所见的太阳是同一个 那么这本书就是为每一个人所写的 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绝不会因为教派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投入书中的一字一句 并精进的帮助自己 越来越容易得到各种成就 对于大的目标我们无且不谈 但至少先为自己的健康 财富 家庭 工作 化解原来诸多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 进而世事顺心圆满 感受书中诸多方法 为您带来的震撼 与种种原来都认为是不可能的 后来解决之后的惊喜连连 因为世界的问题 不外乎皆源自于 无数的家庭与个人的问题 我们只要把世界上各种个人 或家庭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可爱 而人类才会越来越有希望 在诸多读者与我互动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个独定的事实 对于那些真情投入 以信以义想要得到突破的朋友 几乎人人都没有失望 那些后来改变的事实 就像是一面镜子 再再回应了原来认同有多少 发心有多少 后来的成果就有多少 在这时间 有些事情必须要在自己尝试了之后 才会知道中间的奥妙与难得 也才悟得原来自己手上所捧的 竟是有钱来买的真品 所以后来又因为原来这样的心态 为自己增添了更多生命中 无数可贵的窗 之后在生命的起跑点上 总是接受更多天地宇宙的无穷祝福 我常说超级生命密码这本工具书 就像是我们平常经常用到的电脑一样 书中所教您的东西 就像电脑原本的必然配备一样 但当您接上了网络 那包罗万象的各种内容 就绝对不是原来可以想象的到的 而当我们因为这本书将自身与天地宇宙相连 那时内容的丰盛 也绝不是现在可以猜想的 所以我鼓励那些还没有真心事实的朋友 千万不要千年做结论 因为那无数的精彩就在于您的决定 没有人能够左右 我是个比较喜欢低调的人 但在今天这则先谈中 前面所报告的一些实际情况 可能有些人听来 会感到有种夸张之嫌 若真有所感 也希望您的海海千万不要在意 真的好希望您在行侠之余 也能周到对我前面所提的诸多事项 客观的座椅积极求证 若真如同我所说的 那么您也能在自身受益之后 让更多人一起有此机缘 同蒙天地之福 同转人间出路 我想只有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美 你我在这世上 才会更有意义 更有活力 有人说生命古短 不少人对这句话有着深切的体会 如果我们经常都能接受到 宇宙的祝福 天地的恩仇 那么我们就是最名副其实的 幸福新宠儿 您是不是也想跃跃一试呢 之前的邀请您 也能经常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的网站 或者是脸书等社群网站 看看走走 我 毕竟在这匆促岁月里 唯有你我彼此关怀 相互分享成长的喜悦 也才能经常捕捉到 欢喜充满的好心情 再会了我的朋友 感恩太阳式的导师 对我们所有与会嘉宾的音音期许 也为今天这场盛会呢 开启了反扑归真 丰盛喜乐的希望旅程 而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们 我们真的也要衷心的感恩您 因为有您 我们才能在此相聚 一起来提升爱与感恩的能量场 一起来参悟富有的黄金密码 所以请大家给自己 以及带您来的家人朋友们 一个最热情的掌声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 把我们大家汇聚在这里 将爱化作实际的行动 将感恩化作我们今天的分享会呢 我们全球的学员读者以及志工们 都是因为这本书 超级生命密码改变了生命地图 在短短的时间内 不论是身体的隐忧 家庭的失衡 财富的瓶颈 等等生活上面的侵扰 都能因为真心的实验书中的诸多方法 而从此转变了生命地图 哪怕现今正面临着各种难题 也都因为这本书中的违言大意 开启了生命中的曙光 从此一回阴霾 事事如意 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生命密码 可以让我们揭开生命秘密 及得重生乐趣哦 因为我们真心地期盼您能够拥有 就可以完全地帮助我们放下 身心灵所有的包袱与烦恼 现场亲爱的嘉宾朋友们 目前在全球各地已经有许多的人 无论是在感情上 工作上 事业上 家庭上 都有了起死回生的转变 所以这本书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与秘密呢 答案就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丛书当中哦 刚刚大家入场已经拿到了 今生非读不可的好书哦 哇 真的 超级生命密码是一本生命之药 揭开生命秘密即得重生乐趣 量身塑造太阳般光彩 生活宇宙丰盛祝福 道出浩瀚星空音音齐许 引领拾起宇宙能量 改变生命地图 承运光的祝福 启动生命奇迹 在您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 永恒生命的智慧与宁静 即将一一被展开 持有本书能量生命记忆圆满 轻松拥有密码之妙 解开所有的难题 就如同待会即将上场的各位分享嘉宾 他们呢 都少走了许多的冤枉路 从此成为宇宙间的传奇佳话 那么现在呢想要请问 现场的嘉宾朋友们 为什么今生我们非得来学习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为什么我们今生非得来学习 太阳灵验转运法呢 因为众生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有各种说不出的苦 生命的旅程要光明得有明灯的指引 然而名识的导引更是极为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要郑重的来为各位介绍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作者 太阳圣德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是小玉国际的身心灵导师 在2005年齐宇恩施弗院区之后 开启了灵性管道 更在2010年的10月 著作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帮助世人掌握爱与感恩这两个密码 改变生命地图 连结宇宙天地浩瀚的爱 所以在今年的夏季 我们特地因应天地因缘的邀约 为各位举办超棒的活动 就在7月6日7月7日 《拥有爱黄金人生巧安排》的大行乐饗宴 以及人生成长实作研究课程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而且记得邀请亲朋好友一定要来参加喔 没有错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呢 好好的来读这本书 然后融入在这本书里面 可以感到到书中带给我们富有的感受 以及生命圆满的光芒喔 为什么导师总是不耻辛劳地 举办世界巡回讲演以及课程呢 那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抓住书中 所有的智慧及方法 轻松拥有这千载难逢的密码之庙 我们希望不断地透过传达宇宙密码之庙 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劳永逸地 擁抱喜乐的未来 所以百文不如一见 今天来自全球各地的分享嘉宾 将会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看见与感动 以及他们是如何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在中共振在感恩中连结 从此成为天地的新宠儿 宇宙的传奇佳化 没有错喔 所以大家绝对不能错过这场精彩盛宴 待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聆听我们分享嘉宾所有的分享内容喔 真的 幸福可以很简单 很简单 而富有也可以很简单 我们今天呢 第一位分享嘉宾 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 他是由母亲的关系 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从原本的半信半疑 到后来的生性不疑 而这中间到底经历了 什么样戏剧性的变化呢 让我们来掌声欢迎 今天的第一位分享嘉宾 来自台北的道生 请掌声 那导师好 然后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北的道生 然后今年是28岁 那今天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这边去跟各位嘉宾 稍微分享一下我在超马 大概五年左右时间的一个小小人生故事 那就像前面的主持人分享的 我是透过我的妈妈 在2019年的时候 拿到了一本就是超马的小书 然后呢就是认识了超级生密码的这个系统 那再情形提要一下的话 其实我的妈妈她蛮特别的 她有一个角色的身份叫做 她自称啦叫做资深的宗教历练者 对 那我的话呢或我的家人都会说 她是灾难的制造者 好那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可能各位朋友也会有类似的经验 那我的妈妈有接触过非常多的系统跟一些宗教 那可能呢在早期我小时候 她可能有一阵子就是回到家之后 说我朋友有一个风水大师很厉害 然后那个大师呢就来家里去做指指点点 然后就说嗯 你们这个客厅风水不错 我妈妈就问她说哪边不错 她说住眠 好隔天我们家床就会搬到客厅 好那再来呢可能过一阵子之后呢 她可能就是又碰到朋友介绍 去了其他的一些系统或者是宗教 那那个地方呢可能是说不能吃肉 要是吃素这样子 隔天她又回来就是召开家庭会议宣告说 隔天开始没有肉了 那她的厨艺呢就不是那么的好 我妈妈在现场就抱歉卖一下你 对对对 那所以呢我有时候我和我哥哥都会就是 考赛她说像在吃草一样 然后过了又没多久她自己也吃不下去 可能就不断的换系统 所以当其实她每一次回到家里面跟我们说 她要认识到什么系统的时候 我们家人都是非常的恐慌跟害怕的 想说这一次你要搞什么飞机 对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 8月份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她回家的时候就召开了家庭会议 然后她说我这一次的系统呢是抽集医生秘密嘛 然后我们想说完了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先观察嘛 但这一次蛮不一样的是 我们大概观察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的妈妈很特别是她整体的转变非常非常的大 第一件事情是她没有叫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肉也还在也没有被搬到客厅睡 对都没有 然后她整个的转变是非常的变成 从一个很唠叨很负面很爱念的一个妈妈 然后变成是一个非常温柔慈祥这样一个慈母的感觉 对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 那我们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嘛 那你就继续在那个地方学习没有关系 但我没有想要加入 对那后来我就在22岁的时候毕业 我担任了业务的工作 那后来呢因为爱子兴倩嘛 所以妈妈又开始就是当时我还住在家里 她就照三餐又开始念我 然后她就说就是啊道生啊 这个学超码的话业绩会很好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三餐念我 有一天我真受不了了 我就跟她说好 那那个超码到底是什么 到底要干嘛 她就给我一本书 就是各位拿到的那一本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超码是一本书 对然后呢我就用一天的时间马上把它看完 然后看完之后呢我就说 那我书看完了现在要干嘛 她就说那你可能要用书中的一些方法嘛 对不对 可能给我一个录音档 就来做一些冥想心法之类的 好我全部听话照做 当时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做一件事情 我要用最快时间 把妈妈叫我做的所有事情全部做完 然后告诉她 没效不要烦我 对 反正跟各位分享 我失败了 我当年的就是做业务的时候 就是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的隔一个月 我的业绩就大爆发 然后拿到了我人生当中就是算最高的一个收入 但是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跟超码有关 我觉得啊 刚好而已啦 就是做业务都知道 刚好掉下来啦 集中这个月 对那后来呢我就去 12月就去那个宜兰金六节当兵了 那当兵真的是我进入超码 是一个非常核心跟重要的转折点 主要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话 是我在里面有被霸凌 那有当过兵的前辈们应该都知道 就是临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对那我的临兵是什么样子呢 他是全身上下刺龙刺凤 他的口头禅就是断手断脚 聊天的话题是他可能夏日又去把谁的脚筋挑断了 那这样的朋友呢 我真的真的不是很擅长跟他们做沟通 那所以其实就有被欺负的一些状态 那当时我很困扰 那在军中也断绝联系 我回家就跟我妈妈求助 他就说那不然你要不要试试看 用超码的方法书中的方式来做做看 然后呢我就想说好吧 使马当活马仪我来试试看好了 很神奇的是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重新分配就是我们的寝室的部分 那原本我没有想太多是因为 我们是临兵嘛 不是上下就是左右哪有什么好跑的 对但很神奇的是我是41号 那班长呢就开始数38 39 44到41的时候 他突然间班长停了一下 看了一下第二寝室隔壁 说二寝还蛮空的 41号你去隔壁睡 我从此换了一个领兵 真的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后面的新的领兵就是很nice 然后我就变成生活有些好转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当时我交往四年的一个女友 那选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兵变我 那当时对我来讲打击真的非常的大 因为我觉得你也知道我在当时的状况 是有被欺负的 然后你还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有点落井下石这种感觉吧 所以对我来说我当下真的真的是压力很大 非常的人生的低谷大概就至暗时刻 大概就是所谓的那个时候吧 那曾经一度想不开 但是因为我个人蛮怕痛的 所以就也没有 对 那所以但因为在军中也断绝说我联系嘛 对也不能跟朋友聚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一样在想说 那前面的一个领兵的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再用超买的方法试试看 大约过了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吧 有一天我豁然开朗 我突然想通一件事情了 因为我们讲返球租迹 我突然回想 其实这四年来我好像做得也真的没有很好 我很霸道很自私 然后都觉得他所有付出都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好人 那我不应该因为他做了这一件事情 我就抹灭掉他过去四年来 对我所有的付出包容与爱 我认为对他也不公平 那我自己想通了这一切之后呢 我发现那一刻我走出来了 对 然后后面跟就是前女友有一个 算好去好散这样子 那无独有偶在我退伍之后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段情缘出于的还不错 天地马上就再给了我一个 我遇到了在像电视剧一般的场景 对偶像剧一样的 我遇到了一个 根本不可能遇到的一个女生 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我大一的时候我也追过他 但他拒绝我了 对 然后呢在一个四年后重新相遇 然后我很奇怪的发现我又喜欢他 对然后刚时很神奇的是 就是我的公司比他的公司 距离走路只要五分钟 那大家俗话说得好吗 进水楼台先得月 对没错 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一直跟他吃饭 然后呢就是大概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觉得我好像又再次的 又还是喜欢他 所以我再追他一次 但不一样的地方是呢 跟各位分享 我这一次不到一个月 我就追到他了 对 对所以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教我很稳定啦 也五年了这样子 所以真的真的是很感谢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缘分 就这样子给我带进来 走入我的生命 那再来的话呢 就会是想跟各位分享 那在工作的部分 那我大概才二三三岁的时候吧 我就自己出来 算是有点像个人创业的部分 去做一些开发 那走着走着呢 我就遇到一个客户 然后他就觉得说 欸小伙子 我觉得你不错 蛮有充劲的 不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公司 然后说哈我一穷二百的 有人要跟我开公司 好啊我就跟你一起做 对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在19年的时候 开始成立了公司 然后从两个人 寄住在别人的办公司 两张桌子 开始都打拼 然后因为有超马的加持 当然我自己也真的 非常非常努力 对然后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实现了 营收数字破霸位数 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然后真的也很幸运啦 一路上有很多的贵人体系 可能真的也是有受到 超马的能量的加持 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真的很奇怪 我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但客户就会自己来 然后会不断的转介绍 然后好像也谈一下 就蛮容易就成交的 所以一路这四五年来的话 我们就从两个人 然后到十个人 到二十到现在三十几个人 然后办公室从两张桌子 然后每年换一个办公室 到现在是在新装 有一个摆平的办公室 然后营收数字 从八位数 往九位数字 开始不断的迈进 对 那真的真的很感恩的原因 是因为 我就现在才二十八岁 你说我的历练 怎么可能会真的说多厉害 所以真的真的是 很多天地宇宙的能量加持 很多贵人的提息跟帮助 才可以让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拥有这么多的机会 然后跟小小的一个成绩 那看起来好像 爱情或者是事业好像都还不错 人生是不是应该就这样子下去了 那大概两年前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车祸 提醒了我 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家庭 叫做父母 叫做孝顺 这件事情 他重新提醒了我 那一场车祸是我骑摩托车去打球 然后被一台轿车高速的重红灯重撞 我根本没有看到他 我就被撞飞了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 警察就来找我做笔录 他就说 请问你是刚刚出车祸那个吗 我说对 我是 然后警察就很疑惑地看着我 他说你怎么伤得这么轻 我想说怎么这么白目的警察 他在诅咒我 我就说什么意思 他就说 你没有看到你摩托车长怎样吗 我说没有 他就说 他说你知道你的机车的车头是全毁的吗 是不是会完全撞烂的 就他只按十几年的经验 其实这种情况下非时机商 然后他看我几乎是毫发无伤 他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件事情 那无独有偶我的好哥哥呢 他也是 他开着公司车出去办公 然后精神不羁 追撞前方的计程车 他呢更夸张 他是把他的公司车撞到安全气囊炸开 然后直接报废了这个程度 跟各位报告 毫发无伤 对 所以抄马 对我们来 对我们家来说 真的是一个 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如果没有抄马系统的话 我现在不会站在这 可能我们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他真的不是钱 或是其他东西可以买到的 这件事情 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人生无常 让我体验到 那回头思考 我这二十几年来 到底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 是对于父母或者是孝顺这件事情 我讲得出口的 说得出嘴的 我真的很惭愧的是 我讲不出任何一件事情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我和我哥赶快去想了一下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为我的父母做一点什么 就想到我的老爸他开了Artist 已经快二十年了 然后他一直说想要换Raffle 也讲了十年了 但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刚好公司的 就是分红也有下来 所以我和我哥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直接带老爸去Toyota 订一台顶规的Raffle 就是送给他 这样子 那我真的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我看着在交车的那一刻 我的老爸坐在驾驶桌上 然后一直去 所谓方向盘好轻啊 然后这个天窗怎么开啊 这个功能哇还有环境什么时候 这样一个小朋友一样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 然后我也觉得说 好像那一刻我才真的觉得自己 有做到一点点的什么 是对我父母的一点回馈 那你又说 送一台车子给老爸就是孝顺嘛 其实我后来想了想好像也不完全 我认为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孝顺的本质在于 所谓的让父母安心的这件事情 那就回归到我们在草码会讲说 弟子规很重要 要去做学习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 那弟子规第一集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其实生日的时候是母蛋日 不应该只有吃蛋糕 而是应该要感谢父母 那里面就有提到所谓的一个 三跪九寇这件事情对父母 那当时呢我想 我看完之后想说好 抄马奖落实 那我也想说来做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三跪九寇有点多 所以我除以三 我一跪三寇 那当我回家的时候很有趣 那天我就 我也没有讲 我就进去 然后我妈看到我 开门的时候看到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今天我生日 我妈说哦 是哦 就很尴尬这样子 然后我一进去就跟我妈妈说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妈妈的反应也是吓一大跳 说真的假的你要做这件事情 我说服了她十分钟 然后呢 我说我不敢跟老爸讲 那老妈你帮我去跟老爸沟通 然后就看到客厅 老爸传来很大声的 不可以 对然后 就是大概又沟通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然后反正我妈最 最后就是说 你就成全你儿子吧 让他就是一个孝心的展现这样子 那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 我只能说 我真的很推荐 每个人都可以一生就试那么一次就好 当你跪下去的那一刻 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那一刻的感动 那你也可以很清楚清晰的感受到 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 我的爸妈 三个人都是处于一个冰 嗯 接近崩 那怎么讲 快要泪崩的一个状态 所有人其实都在忍 那其实我就 一扣三跪嘛 那一扣所谓的神域之恩 真的满满辛苦 然后二扣所谓的一个养育之恩的部分 就是要把一个小孩养大花非常多的钱 他为了我们三个小孩 真的失去了太多太多了 然后最后的话 可能就是所谓教育之恩 真的生小孩太难教了 我真的很感恩我的父母 给我非常好的教育跟身教 让我可以有一个正确的 做人处事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可能我的事业上也可以 才可以发展的有一些小小的成绩 真的都是我的父母所恩赐的 还有操法系统也给我非常棒的一个正确价值观 要善良 不可以做坏事等等的这一些一些 那真的是除了感恩之外还是感恩 那所以我真的也很推荐各位去参加 我们在七月份的这一场导师班的大型活动 那我也跟各位分享 我在三月底的时候参加了这一个课程 那四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的业绩 我公司的业绩 就成长了200%相较于同期 对 所以我只能说这件事情真的有它厉害之处 那如果它不厉害我也不会在这边五年 对 那真的是结果论 所以操马其实不讲玄学 讲的是科学实证 大家就试试看 像我当年踢管失败了一样 对 那所以我自己是学行销的 所以我觉得我最后最后可能就用一句slogan 来作为一个注解 就叫做 操马不是不知道 已是吓一跳 那我希望各位的嘉宾伙伴们 今天有这个缘分 人生没有偶然 会聚在这边一定都是有它的一些巧安排 那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或许改变生命地图 你也可以 下一个正在这边分享的或许也是你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非常感恩道生 非常感恩道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那大家有没有想要像道生一样 变成天地心宠儿呢 现在就在今天 我们都拥有了手中这本超级生命密码 只要您打开心门 真心的来实验书中所说的方法 您也可以像道生一样 可以拥有这么精彩丰富的人生 那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现在非常幸福的韦诚 为大家带来这首由太阳盛德导师所创作的歌曲 《因为有太阳》 欢迎 大家好我是韦诚 欢迎大家也可以一起音乐歌齐唱哦 《因为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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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放光光芒》 《大地西洋洋》 《世界不一样》 《因为有太阳》 我学会坚强 因为有太阳 我开船方向 因为有太阳 我不再逃花 因为有太阳 我不再逆忘 因为有太阳 我不再逃花 因为有太阳 不再逃花 欢迎大家 推进你们的双手 带我打开这个 太阳灯 因为太阳 我们拥有着那人世间 一切的富足 和希望 圆满那曾经不敢多想的 期盼梦想 这份关爱 让我们倍加感动 曾几何时 大火力太阳 大火力太阳 无处不在 相互公正的全新体验 加快换千 我们真的好幸运 好幸运 也好幸福 好幸福 就我 书给我们有太阳 到一 zebra 除了祝我们 因为有太阳 神灭 这次是太阳 我 真蛮 不太敢 啊 不再有 無力掙扎 不再有 無力掙扎 不再有 希望 不再有 無力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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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地我殘陽 全力掙扎 心地要殘陽 滿滿身之地長 心中在人 愈悦中愈望 因为有太阳 世事或藏藏 太阳四千下 用心开归场 因为有太阳 身边的光满 感恩这太阳 身外这太阳 因为有太阳 世事或藏藏 因为有太阳 世事或藏藏 因为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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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恩大家 谢谢 那接下来呢 就要来分享 韦辰跟超级生命密码相遇的故事 再次的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彰化的韦辰 那我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收获 其实就像刚刚这一首 因为有太阳一样 我的生命呢 从此就不再迷茫 也不再彷徨 而且真的送走了悲伤 并且呢 竟然真的圆满那样 曾经我根本就不敢多想的期盼 与梦想 那么现在呢 简单的来跟大家 回顾一下 我当初是 怎么样遇上超级生命密码 那其实呢 我从小就是一个 比较容易焦虑的个性 那虽然说 很幸福 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成长 可是呢 自己因为可能 习性上面的问题种种 还有这个焦虑的性格 让我呢 即便岁月的成长 社会的历练 也并没有让我全然地 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所以呢 我在踏入社会以后 经过社会历练的洗礼 就越过越迷茫 然后呢 甚至严重到 我有一度都没有办法睡觉 有好几年的时光 我每一天大概就只能睡着 三十分钟到三个小时 这样子的时光 那 每天呢 都很焦虑 工作上啊 职业上 还有我的人际关系上 其实都遇到了很多焦灼的情况 那 问题呢 越来越多 我就越来越不快乐 而且还在那个时候呢 竟然有诊断出 忧郁症的一个倾向 我的失眠问题长达很多年 在最严重的时候 我曾经需要吃到 十二颗左右的精神药物 可是都完全没有办法睡着 我尝试了许多种方法 可能是运动啊 或者是求教于精神科医生 但是呢 还是没有办法究竟 没有想到呢 就在2020年 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贵人 他介绍了我超级失眠密码系统 我就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的情况下 就尝试了超级失眠密码系统的方法 来做一个实验 我聆听了导师的正能量的歌曲 没有想到就聆听了三遍歌曲以后 我从此就这样稳稳地睡着了 从此呢 我的失眠 还有焦虑的问题 就不要而遇 所以呢 我的问题呢 从每天吃十二颗安眠药 可能都没有办法睡着 变成呢 射了十二个闹钟都叫不行 那大家呢 就知道说 我现在真的过得很幸福 那其实呢 说是问题都是开玩笑 我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真的是幸福无比 除了解决呢 我多年来失眠的问题 还有情绪上面的焦灼 我开始呢 跟着导师的课程 小型活动 大型活动 每一周的网络共修 还有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主题 精彩的精英会 交流会 还有跟着我们的营运长一起来学习 还有弟子龟的熏陶 我发现 原来所有的问题呢 都是在自己身上 我也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 还有这本书中 找到了许多问题的解答 也简单了落实这些方法之后呢 发现 竟然不止解决失眠的问题 还帮我改善了许多 我的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 我和我的父母亲的关系 从本来比较紧张到现在呢 是非常的和乐融融 而也因为呢 我们在家庭上面沟通的和谐 我发现我们的家庭也更加的兴旺 在我们的财富上 我们就是很顺利的买卖了房子 我也在三十岁以前呢 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 所以我真的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只是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幸福来得太快 幸福来得太慢 可是我们的习性 可能就还没有完全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又会有新的挑战来找我们 那有一度呢 我就又想说 可能在职丫规划上 有自己的想法 想说就要暂时的来 离开天元这个职工的角色 但是好险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我们呢 有良师益友 我的身边总是为贵人围绕 所以呢 我的营运长 真的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也欣赏他 在他的陪伴之下 他的关心之下 我还是呢就 就选择了留在这个地方 一起继续的努力 那真的是好险 我没有聆听自己的感觉 我是选择来聆听 灵魂生出的声音 我选择来接受 导师的教导 跟随营运长的建议 就这样子继续的 在这个航道中学习 那没有想到呢 过了没有多久 我就迎来了我人生中最幸福 最幸福 最金光闪闪的一面金牌 就是呢 我在去年底 在幸福吉祥人间县的大型活动 有缘分呢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 那其实呢 我们是因为名字很像 名字念起来很像 那因此呢透游导师 来做一个介绍 那也很快的 因为超级是密码系统 非凡的能量 还有诸多的祝福 我们也非常快呢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 就从认识到互相喜欢到相爱到 已经结婚了 那从此呢 就是真的非常的幸福 那因为呢我的先生呢 他真的是一个方方面面 都非常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状态 无论是他的品性 他的背景都非常的好 重点重点是 他有一个世界上 最难得的真心 所以我觉得天地 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在我的同年 同年龄的朋友里面 大多数的人在情感上 都是非常的艰辛 有很多 结了婚的人 有非常多的考题 可是呢 因为我在超级是密码系统 我几乎是穿越了所有的考验 因为呢我在这里 学习到最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几乎是可以 事先避免了许许多段的矛盾和冲突 也非常开心 因为我的先生 他也是在超级是密码系统里面 所以呢 我们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幸福 那么为了要证明呢 向大家证明呢 我是真的很幸福 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 那么我现在呢 就要来非常惊喜的邀请 我此生的最爱 我灵魂的另一半 来自圆林的韦晨 欢迎他来跟大家来分享 他在超级是否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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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旁呢 是我美丽的老婆韦晨 我真的感恩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然后回想过去呢 韦晨其实在那个 从小生活环境 其实都还不错 那要吃的有吃的 要衣服穿有衣服穿 要住有地方住 那真的是很幸福 那其实这个乍看之下 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学习 没有什么需要修行的条件 这过得这么好 怎么会需要那个呢 那也是因为这样 那自己呢 在三十多年来的生活 就觉得很平淡无奇 然后自己心里呢 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那很感恩呢 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的时候 接通了天线 进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 那透过参加精英会 参加导师网络共修 那慢慢调整自己的逻辑思维 然后学习到很多天地真理 还有政治证件 那在跟着导师的课程之后呢 就迎来了去年底的大型活动 拥有爱幸福吉祥人间线 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人家说 娶个好母亲也做做 原来就是这个感觉 原来幸福可以很简单 那我以前在这边祝福我们夫妻呢 能够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持续地学习 努力地实修实练 那感恩 感恩大家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好 非常感恩两位甜蜜的贤抗力 带给我们的分享哦 其实呢 只要你愿愿做做实验 来分开这本书呢 其中的密码之庙 相信人人都可以成为最佳得香女人花 最佳得香男人术哦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邀请的这位分享嘉宾呢 也是我们 得香女人花的最佳代表 她不仅呢 透过自身的实修实练 翻转了生命地图 也带来了家庭幸福 儿女成器 礼物讲不完哦 那我们接着呢 要邀请来自台北的梅燕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亲爱的太阳盛的导师好 营运长好 还有我们现场 以及线上所有的嘉宾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来自台北的梅燕 真的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来到桃园 参加这一场圣会 那梅燕跟大家一样哦 也是因为参加了 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认识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现在啊 真的是 结同天地的源头 那 非常非常的幸福 而且啊 得到天地给我 好多好多的礼物哦 那尤其是我们刚刚 在导师的 因因其许的这个影片里面 有提到 不分贵贱 也不分男女老少 你只要愿意打开心门 来做科学实验 这样子的一个科学实验的精神 真的超级生命密码 给我们的超级无敌的效果 真的让你礼物讲不完 惊喜 真的一而再 再而三的来到我的身边 那我现在呢 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五大礼物哦 那第一个礼物呢 就是我想请教各位在座的嘉宾朋友们 你晚上睡得好吗 你有失眠的问题吗 没有 你们真的好幸福哦 我严重的睡眠失眠呢 长达了七年之久 那为什么会这么久呢 因为我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夫妻只有一个小孩 我们的收入很稳定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职集也还不错的公务人员 我是教育人员 但我的先生呢 他也是一个金融界的一个服务人员 那他的薪水呢 大概年收入是150万 诶 这样子很幸福 可是啊 谁知 在他49岁的那一年呢 他被老板呢 强迫办理退休 那这样子我在一时之间 年收入就少掉了 最少150万 所以当下呢 我心就很慌 那小孩呢 诶 好奇怪哦 没有一件事情 不 他如果是这样子 顺顺的走也就算了 收入少 诶 可是这个时候小孩呢 他又特别的叛逆 所以我就变成晚上睡不着 晚上失眠 然后就变成夜间的恐慌 那这样子我看了西医 西医就跟我说 你是自律神经失调 那中医就说 你气血不足 你要补 好 那就来补哦 针灸还有自费所有的 我还吃过珍珠粉 冬虫夏草 这些昂贵的中药药材 那一个礼拜呢 大概就要四千块的 这样子的一个医药费 那有没有睡着 没有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去公庙去问哦 那我有一个亲戚 他是神明的代言人 那我很放心啊 我每个礼拜都去找他 那报名单上面 我都问家运还有小孩的问题 那主神呢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来 我说 那我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当然来啊 可是啊 还是没有解决 真的 哇 真的太幸运了 2017年的六月下旬 我在大安森林公园 因为我家就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那我在公园走着走着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人在发活动DM 还有一本小小的册子 诶 第一个走过去 他竟然没有发给我 哦 我心里想 那是什么东西 我好想要 在我第二看到远远还有一个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有一个亮光 那我就很好奇 我就赶紧的跑过去 我跟他说 可以给我一份吗 他当然也很开心啊 就给了我一份 当下我看到我真的泪流满面 就是活动DM上面 有一位作者 有一位讲师 他是打开双手 然后上面写着 福运喜乐一把抓 我心里在想 我要 福运喜乐怎么可能 可是我有耶 因为这一张DM上面 就是教我们怎么获得福运喜乐 就这样子 我自己主动报名参加 很幸运 我在2017年的7月2号 跟大家一样 我参加了台北中正紀念堂场次的 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哇 跟大家一样哦 满满的都是参加的一些老百姓啊 我那时候称为老百姓 因为我们真的很苦 可是啊 诶 上完那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每个人的脸上 笑盈盈的 喜滋滋的 喜滋滋的 然后啊 迎来的是我们7月15号 哇 太阳圣德导师 我第一次看见太阳圣德导师 又高又帅 平易近人 哇 他讲课呢 就这样子一层一层的 带着我的逻辑 打通我一些想法跟观念 那尤其是我听到了一句话 用祝福取代一切的担心 我当下那句话 我就牢牢的记住 然后会后呢 我们就有签书的活动 当然就排着满满的 我们是在福华文教会馆 这样排的长长的 要等待我们的太阳圣德老师 作者为大家签名 然后我上台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我们的主持人 因为那是我看到的主持人是第二次 因为我在7月2号看到一次 那7月15号又看到一次 当下我看到这位主持人 留着长头发 哇 美若天仙 气宇非凡 可是 他竟然就站在旁边 对着每一个上台的人 朋友 露出微笑 哇 我当下就被电到 原来女生也会电人耶 女生会被女生电到 那种感觉就觉得好温馨 我喜欢 我一定要来这里学习 那签名的时候呢 我就跟导师说 导师我今天听到了一句话 用祝福取代一切的担心 导师说 对 那你有参加精英会吗 我说我要 我要 就这样子开始了我 参加了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 很奇妙 7月15号当天我回家 晚上一觉睡到天亮 哇 这真的是我七年以来第一次不用吃药 就能够躺着好好的睡 刚刚我也曾说 他要12个闹钟才叫得醒他 我没有 我只要两个闹钟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我后来发现 我在超级生命密码学习 我后来发现 原来导师上课的时候 他导师会下指令 那我听到的是 用祝福取代一切的担心 我当下我的心头 那一块大石头 我就放下来了 难怪我回家会睡得这么好 然后我又自己 经过七年的科学实验 我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本书 我会这么的喜欢 因为光的神秘作用力 我当下我就会觉得 它吸引了我 因为我需要 因为我有太多的问题 我需要被解决 诶 科学实证第一个有效耶 而且效果齐佳 那第二个呢 就是来到了我的小孩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是高考教育类科的状元喔 那我按照正常 我是不是 对于教育类科的重书 我是不是都读得很熟 可是啊 我就搞不定我家的那个小林喔 我的朋友呢 有专业的心理师 有专业的辅导老师 还是没有办法给我好的建议 那我的小孩呢 上了高中之后 哇 真的是 当我是更年期 小孩是青春期 我们两个碰在一起 就是死期 但是呢 幸好我那时候 已经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囉 那我那时候 听到屏东的一位学姐 雅萍 她告诉我说 幸福跟着来 里面书有提到太阳灵验转运法 你试试看 我回去每天呢 观想 因为我在学校服务 那我就在校园走 我都会对着天空想 我家的小孩呢 在台大校园 骑着脚踏车上学 每天每天 我都跟太阳公公说 我都跟导师说 不要跟导师说 我从六七年前 就一直很烦她 然后呢 我就这样很开心很开心的观想 那很奇妙喔 有一天呢 我去上精英会 是我们营运长主持的 她看到我就闷闷不乐 她问我怎么了 我跟她说 我家的小孩又要半修学 她说有办法 我说有什么办法 她说问导师 我说怎么问 我怎么可能问到导师 营运长说 你静下心来 好好的观想跟导师说 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跟问题 我想完了 我就问营运长 那接下来呢 营运长说 请你打开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一页 我就打开 哇 正巧落在玫瑰心法的这一页 我说营运长 我知道了 我回家做 营运长说没有 怎么会回家做 你到教室的旁边 好好的把玫瑰心法做完 你再回家 我就这样子听话照做 我就把玫瑰心法做完了 哇 真的是 真的是 只能说太吓人了 怎么说呢 我回家之后 小孩跟我说 妈妈我肚子饿 我说好 那我们去厨房煮面 然后我们在边煮的过程当中 边聊天 在吃面的时候 他跟我说 妈妈我想好了 我要继续好好努力用功 哇 难题有解了 我的小孩 从高中 数学不及格 理化不及格 国文不及格 到他毕业当年 他没有重考 他真的 考上了台湾大学 哇 我又 哇 这个是科学实验 不是只有一次就好 接下来 接下来的成果 我更吓一跳 那小孩呢 变得很爱读书 他在台大修得两个学位 然后他其中有一个 就是台大经济系的这个学位 他透由他在学校所学到的专业知识 还有很多师长朋友的贵人相助 他在大学的期间呢 就赚得的人生第一桶金 哇 那接下来呢 他就去奥地利进修 那出国呢 妈妈的心 当然 就会有一点挂碍 可是导师说 用祝福取代一切的担心 在抄马 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就用我们的功德回向 然后送祝福给他 他在奥地利求学的时候呢 他呢 就去了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丹麦 北极 哇 他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去旅游 那各位知道吗 这样花很多钱对不对 他去了 我只帮他买机票 来回机票 而且他还到杜拜去转机 没有直飞 因为他说比较便宜 我只花了四万多块 那期间呢 他在奥地利所有的费用 都是他自己出 那这些钱从哪里来 就是从他在大学的时候的工读 所赚到的 那为什么会这么幸运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心法 我们的功德回向 那我们的祝福喔 那孩子呢就是这样子的 他把剩余下来的钱 在今年他成立了他的公司 他自己创业 哇 这样子的 真的是一个小孩 从俱学要修学到现在 他变得这么爱读书 而且读到书中的乐趣 然后也因为他学习到很多的专业知识 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位专业的 很棒的一个工作的人员 那我们刚有提到 妈妈会很担心 所以呢我就用祝福啊 我举个例子喔 那心法真的是无远佛界 他有一天 因为奥地利他在冬天的时候 其实在室内他们是开暖气 那开暖气呢 他会穿短袖 那有一天 我跟他在视讯通讯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今天为什么穿着羽绒衣 暖气坏掉吗 他说不是 是因为我会冷 我说怎么会冷 暖气耶怎么会冷 他说我刚刚跟同学去泡脚 我说奥地利也会有温泉吗 他说不是 他们去泡湖水 我说湖面不是都结冰了 你怎么泡 他说捷克的同学 拿着有一种尖尖的 他就把湖面的冰破冰 然后呢一群同学 就在湖里面踩水泡脚 哇天啊 这么远耶 怎么办 来 马上有智慧的 跟他说 妈妈有事情 我们就先把视讯断 先切断 我要做什么呢 做太阳心法 我就用太阳的光芒照耀着孩子 然后给他能量 让他呢 不要这样子从里面冷出来 我做完心法呢 我在跟他视讯的时候 我问他说 欸 你怎么把羽绒衣脱掉了 他说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流汗 然后我就跟他说 很棒 那你赶快去洗澡 就这样子 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告诉大家 其实心法真的是效果超强 我的实验科学实验第二个的结论是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心法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殊胜 那超级生命密码有良师益友 那我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 这七年来 我都跟着营运长一起上精英会 欸 人家说啊 要跟对人 这样就有长智慧 我刚刚这样的做法很有智慧吧 好 那刚刚是科学实验二 那科学实验三 因为我的妈妈在82岁那一年 就是六年前 她现在是88岁喔 那她82岁那一年 就很奇怪 就出现了跟家里面常常说 她什么东西不见了 她什么东西被别人偷了 那我心里想怎么可能 喔 原来就诊之后 医生说她小脑萎缩 就是我们所谓的失智症 那我查过 失智症呢 在台湾80岁以上的老人 每五个就会有一个 会有这样的失智的一个现象 那照顾的费用呢 大概就是折合台币两万五到五万 那这样子 哇 太可怕了 很感恩 我有一次导师回台湾的时候 我就有提问 那又被导师抽到我那一张 我的问题 导师说 帮妈妈补得之良 那太感恩导师的祝福喔 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用我的工作祝福 然后功德回向 来孝敬我的妈妈 我妈妈从82岁到现在88岁了 维持一样的 哇 那有时候每天跟她视讯的时候 我还发现她真的很开心 很健康 那当然我也会很开心 那在过程当中呢 我曾经啊 帮我的妈妈做了一件事情 各位 你知道吗 所有的文字都是有能量的 那我就陪着我的妈妈 我妈妈不是字 我就把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 那个大本的 字很大的那个 给她放在她的前面 那我也放一本抄码 那我跟她说 我读 你要跟着我读 但是你的手 一定要跟着一个字 这样子来指 哇 她真的好好的跟着我读 超级生命密码 这样子读着读着 她等一下在出现的那个字 她就告诉我 这个字是怎么 是怎么发音 我真的吓一跳耶 那这样子呢 帮她补能量 妈妈现在很健康 那这是我科学实验天地感恩 丰盛的礼物 那第四个礼物呢 我刚刚有提到我的先生 49岁的时候 其实他就被强迫退休 那其实他郁郁寡欢 我们常常口角冷战 可是在超级生命密码的学习 我学习弟子归 学习了得香女人花 还有我们的婚姻密码圣经 还有学习到影韵长长跟我们提点的 老公就是我的天 那我就这样子的好好的落实 扮演着我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呢 真的婚姻非常的幸福 因为我曾经跟我的先生说过 我最盼望的两个人的就可以 就好比我们有个广告里面说 老伴明天吃素 我很希望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可以手牵手的 在公园一起散步 那真的耶 我做到了耶 那我虽然把它奉为我的天 但是啊 我更棒喔 我可以掌控这个天 真的很开心 超级生命密码 导师所交给我们的法宝 我只要把我这个女人花 女人富贵花 好好的把它扮演好 这样子我就真的很幸福 那这样子人家说要五子登科 我现在还 我刚刚是四大礼物 我现在还有一个很棒的礼物喔 那那个礼物就是钱子 我这这么多年以来 我开园我截留 但是呢 我又得到一个很棒的礼物喔 去年八月的时候 我弟弟呢 送我一台百万名车 还有我们公婆呢 我们继承了公婆在嘉义火车站 你走路只要五分钟的两个楼层的一个房子 那真的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 就是我们所有的难题都有解 就好比我自己的情观 前观 生死观 我观光好过 观光都顺利过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导师也是我重生的一位 亦师亦友的 真的很感恩 超级生命密码的太阳圣德导师 我们每一个人看待生命的角度 你只要用不同的面向去看 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一切呢 都在于我们只要打开心门 好好的来学习 那尤其是即将来临的7月6号 7月7号的黄金人生巧安排 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广耀更多的善良有缘人喔 因为我知道 邀人幸福 最后我最幸福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真的很简单 改变生命地图 你我都可以 再次的感恩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感恩导师 感恩 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家人 嘉宾朋友们 以上是美燕的分享 感恩 感恩美燕姐精彩的分享 那刚刚美燕姐提到 运用超级生命密码初衷的步骤一二三 还有第八章的玫瑰心法 再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太阳灵验转运法 原来我们改运可以既简单又彻底 韦成对吗 没有错哦 只要简单的来实验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诸多方法 就可以收获好运到贵人绕幸福报到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一起来 欢迎由品珍为我们带来非常动听的歌曲 幸福报到 欢迎 欢迎 请不吝点赞 欢迎 全面不绝笑 处处闻蹄鸟 花开花落 岁月最热烙 太阳当空照 对我一微笑 乘着春笑 幸福又穿牢 落故桥 被夹肥鸟 年远好 后云到贵人绕天地来照 烧光云绪 年华剑楼 岁月如刀 现在开始肥鸟 幸福报到 现在开始肥鸟 幸福报到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世上吵 太阳当空照 太阳当空照 对我微微笑 太阳当空照 对我微微笑 好云到贵人绕天地来照 好云到贵人绕天地来照 沧海一声 莲花结楼 岁月如刀 现在开始肥鸟 幸福报到 好云到American Sean Zither Harp 幸福报到 向南方向西 莲花结楼端, 幸福报到 幸福报到 好云到 好云到 如何埋走直到 万般无奈想不到爱分享 现在还是独妙 能愿情愁一笔高效 前进如何埋走直到 万般无奈想不到爱分享 现在开始独妙 恩怨情愁一笔高效 前进如何埋走直到 万般无奈想不到爱分享 现在开始独妙 恩怨情愁一笔高效 现在开始独妙 烦恼多放掉幸福报道 幸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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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非常感恩导师创作这么好听的歌曲 而品真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首幸福报道 唱着唱着真的觉得所有的烦恼 偷通都放掉了 所以邀请大家勇于来做实验 因为生活当中就是要不断的去营造幸福 才能够拥有幸福 而下一位的分享嘉宾 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幸福的人 但是当人生的课题出现的时候 也是有着万般无奈想不到 但是幸好他懂得运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方法 改善了他的人生的课题 收获了亲子关系的圆满 健康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以及财富也越来越不足 让我们欢迎来自台北的周智姐 请掌声 好 敬爱的导师好 影音长好 各位现场的嘉宾 还有我们全世界的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开心 我是来自桃园的招致 台语 让这久弟的久小弟 那从小呢 招致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小孩 我老婆有交代 我妈妈有教我 说长大你结婚了 嫁鸡要随鸡喔 嫁狗要随狗喔 那各位也不是说 我现在嫁的账户是鸡还是狗 这样懂吗 他还是一个非常圆倒上 而且非常努力 非常顾家的先生 所以招致真的喜欢爱的不得了 所以招致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家 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经营啊 很打招 那在人呢 人生就是这样 计划永远改不到变化 对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路上呢 这样的经营呢 发现奇怪怎么能量很强 对吗 他也在鼓掌 太棒了 那在这一路上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修理场 所以招致呢 跟先生呢 还有请了几位的师傅 就很认真的一个经营喔 那可能呢 在工作上啊 在经营上呢 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习性喔 所以呢 各性啊各方面 就会一直这样的 离我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 自己当初所计划的 要变成美美的老板娘 一个很高贵的贵户喔 结果变成是什么啊 贵在地上的贵户 怎么说 说一个笑话给大家听 我曾经带着我的小孩 上了市场 那市场的老板娘告诉我说 老板娘 你的孩子 掉到水锅了 我说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掉到水锅 他说你的小孩子 身体好黑喔 脚都黑的 我说不是 我们家做黑手的啦 所以我们家是修理车子 那也一路上了这样的急急隐隐 有一天我发现 我为什么我的手脚非常非常的痛 我都不能举起来了 而且呢 我真的是三两天啊 一个礼拜 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的手脚 你想要把它伸直 他就是不听死话 他就是没办法伸直 那当然呢 赶快去找医师 所以这个中间 我吃了很多的中药西药 那在这个 差不多将近了五年的当中 我一直在找医生 因为为什么我要赶快让这个 关节好 因为医生告诉我 我这个关节炎是 退化性关节炎 天哪 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几岁的人会得的啊 真的也是五十岁以后好不好 结果招致那时候是三十七岁 我说我怎么会变得快速老化 所以呢非常认真 因为我要赶快好起来 因为我们家生意很好 我没有时间躺在床上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礼拜 我三五天都要躺在床上 我没有办法起来 因为他的脚不听使唤 我就是要躺在床上 那这样的日子呢 我过了二十几年 各位你想想看 二十几年我是如何过的 当然不是人的生活 我睡不着 我那时候已经有轻微的忧郁症 当你睡不着的时候 看到身边那一半是呼呼 你会怎么样 很想踹他 所以当然就会 他越呼我越生气 所以造成了自己很多的习性 一直恶性的刑犯 所以我的关节就是越来越痛 最后没办法了 中药西药都没办法 我开始找寻了很多坊间的 不管是针灸还是保健食品 我真的那时候 一个月我的保健食品 真的不骗大家 我一个月真的要吃到 两万到三万 真的 那时候是几岁啊 将近四十岁 随着年龄 随着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我有时候呢 那时候我已经吃到一个月 将近要五万到六万 你看喔各位 你给他换算看看 我这么多年 我的钱财 我的心情 我的各方面 我都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已经变成是一个厌妇了 当然我的小孩子也是免不了这一场的灾难 我的小孩也是非常非常的怕我 因为我那时候生的心情很不好 也睡不着 那真的是天地是福啊 我在一个机缘里面 我真的就是像这一场 就是像今天这样 我的一位贵人 他就邀请我来参加 当时在中壢 还有桃园的这个惊喜 爱与感恩的惊喜分享会 我跟各位一样 我就坐在那里 我就很认真听 他因为我的贵人告诉我 你的情况 也许因为这一场你会听到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我的耳朵竖起比别人还高还大 所以我听着听着 真的我听到一位同学 他讲到他的身体的状况 他是肝癌 肝癌而且是末期 那时候我在想说肝癌末期 到底他是怎么弄好的 我好认真听 我在听说他是讲哪一家牌子的药 他是在讲哪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我好认真听 都没有听到这样 他只有听到 就是我们刚刚我们的主持人 有拿到的这一本书 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的 我们天眼文化都有送你这个 这样的一个福袋 里面就有什么 療育权益 还有千年之夜 那时候我想说这么简单 原来你自己要信服 就是要让更多人来信服 那时候我就听懂了 我说原来天地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有福气的方法 当下我就认定了 我要来好好的来实验 我又听到这个台上的主持人 他说我们天眼文化是一个教育机构 所以我们不是宗教更不是慈善团体 我们是要做科学实验 我也听懂了 原来我认真的听话造作 我做科学实验 我一定要找到我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超级生命面 我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竟然有一天 好像是一个多月吧 我听到台上有人在分享 他的关节炎是怎么痛怎么痛 怎么的睡不着 我说关节炎 这不是在我的身上吗 我的关节炎怎么这么久没痛 那时候我才下意识去了解说 我的关节已经一个多月没痛了 从那时候开始去想到这个关节到现在 我来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我学习了五年半到多 现在都没有痛过一次 所以跟各位报告 我的内风是关节炎 我来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我因为认真的学习 我能量提升了 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能量 我竟然不要而已了耶 哇 你给他想喔 我竟然喔 不只钱财只漏了 我不用去花钱了 对不对 五年半喔 大家如果有那个什么 手机算一下 帮赵氏算一下 我五年半的当中喔 我一个月喔 我们不要讲说五万六万 算五万就好了 五年半各位算一下 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一种的心算 你自己算一下 我不只在钱财的子漏 最开心的是心情 对不对 我的心情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现在我的小孩子很喜欢我 他说妈妈 你就是要现在 因为我们以前都好怕你喔 我说为什么很怕我 我的小孩子 因为以前我很忙 对不对 因为我在工作上 而且我身体又不好 所以我每天只认真的跟我先生工作 我的小孩子呢 他们就是自己过他们的 过到什么程度 有一天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说 苏太太 请问你们那个社区 是不是常常停电 我说没有耶 她说 你女儿写在我们的联络部说 她为什么作业都没有写 因为你们家常常停电 我才知道说我已经舒服掉了 所以人呢 人都是这样 你会 顾这里 那你就会失去那里 这个是我的身体上 所以我的小孩子 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因为超级神秘密 虽然刚开始我的儿女不太了解 说你为什么这么的开心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去上超马的课程 那我就告诉她 她说太好了 因为你现在不会脸臭臭的 那这个就是招致的 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那刚刚不是跟各位分享吗 那我们家是修理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先生呢 在一个 应该是差不多八年前吧 他有一场公安意外 那就因为这样子公安意外 让他在实力逃生 因为当时送到医院 他的昏迷指数是剩下三 所以呢 他那时候医生说 这个是没办法救 即使救起来 这里也会出生问题 因为他的呼吸 停止了多少 15分钟 那我们的脑部 如果超过了几分钟 他的一个脑细胞 他是会 所以怎样 是会完全会死掉的 所以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虽然天地建固 他也是贵人显现 他命就到了 可是很奇怪 在那几年的当中 他常常魂不守舍 就是身心灵 比较不聚合 比例 我们家的厕所 卫生间在右边 他会跑左边 这样各位知道吗 在我们家 他会告诉我说 我们有家 为什么你一定要在这里 就是 而且我们家是不是修理厂 我们常常要试车 试车在高速公路 我们都知道 一定要试到 160以上到200 可是喔 自从他 发生了这样的公安意外 以后呢 我们家的小轿车多少 1500cc 他只有开20到30 所以呢 每次朝日坐他的车 我说你停在路边 我自己用跑得比较快 那真的在超级生命密码 学习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课程 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成长 那一种的成长的无极限 那我们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有一个是美国的课程 我们称为他是西天奇迹 哇真的是太奇妙了 朝日就在2019年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课程 不只呢 让朝日的财务 当时我进来超级生命密码 以前 我有一块农地 卖了三年半都卖不出去 竟然 竟然我就这样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喔 我就报名了 我竟然在多少时间 一个月以内 我就用高价卖出 而且当时的这样的一个 得到这样的一个利益呢 得到的 两个多的八位数 那自己算我也不知道多少 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呢 当时我们已经 因为先生的这样的公安意外 我们已经提早退休了 可是喔 我们那时候是买了房子 借了一千五百万 我那时候正担心 结果真的是 哇天地真的不负苦心人 我竟然 来到了超级生命 就像 我们所有的同学分享 我们人的一生就是 情观 前观 生死观 只要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 当年能量提升了 我们真的 观观 我们都有开关 让我们可以去过 我们都是有方法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财物 就轻易的解决了 那当时我还不知道是 超级生命密码 天地给我的大礼物喔 当在 最后我们要做一个 成交的那个 最后呢 对方的买族喔 他就讲了一句 关键的话 我刹那之间 我流下了 我的眼泪 他说 苏太太 你怎么那么的好运 你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这块地 你如果不是找到我 你不可能 你这辈子不可能卖掉 他说他是当初 我们台湾的那个 彭怀南的那个财政部长 他是那个时期的十大借款之一 所以呢 他在一个借款各方面 他都有很多很多的人脉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我来到了美国 也认识我们 最有智慧的营营长 在跟他交流当中 赵志宇也有一点的理解 我就知道怎么弄 比较会轻松 因为这样子的 就这样子 弄一弄 就这样子 就成功了咧 哇 真的在超马里面 真的很难用原语喔 很难用原语来表述 那很重要的 就是 我这个先生 他的事情 还没有 还没有聊完 对不对 当我在美国回来的时候 在那个美国的课程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喔 跟我们最敬爱的太阳盛的导师 这样的学习 那因为导师的祝福喔 那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 在国际机场 那我的先生 就来接机 各位 你知道 他来接机我开心吗 我心里想说 我等一下也要用跑的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吗 我一上车 他开多少 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一百一百二 我说 不要不要这么快我会怕 他说怎么了吗 我本来就这样啊 天哪 他竟然忘记了 他以前开二十三十耶 哇 各位 你知道 这个能量真的是体验 太太什么啊 哇太幸福了你知道 当你真正的心门打开 你在体验这个能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天地的爱 导师的爱 天地所有这样的幸福 都在我们身上 那再来 哇刚刚有听到梅妍的分享 他有五样的礼物 其实招之不止耶 好多好多 可是有一项很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曾经呢 我真的为什么要分享能量 我记得我当初要 卖掉这块地的时候 我有认识一个地理师 他说啊 我 我帮你算了 你要五年后 你才会 钱才会怎样 才会有钱 这块地才会卖掉 可是 跟各位报告 我进来超级生命密网 我不到一个月 我就把这个地卖掉 我的财物 就有解了 哇 是不是翻转了地理师的一员啊 哇而且那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再来 再来就是 我们的小孩子 他说你好 你跟你的先生是神雕侠侣 我说什么叫神雕侠侣 就是很安爱到老的那一种啦 可是喔 有一个小缺点 你要很老才会做阿公阿嬤 就是说会做公婆啦 那我也觉得说还好啦 结果没想到能量又转动了耶 哇真的是太开心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还很年轻吧 对不对 还很年轻喔 还很美喔 那不要问我几岁 我永远18岁 你知道吗 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真的太幸福了 你要有婚姻有婚姻 我们这本书的第三页 导师的祝福 天地的祝福 15项的祝福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喔 哇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贵人显现耶 那我们在 我的家的儿子 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耶 在哪里啊 我儿子 在后面再举手 因为我们家的亲戚啊 他们就很不服气 我们做好不要骚动 因为他很帅 等一下还可以看喔 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很不服气 她说 不对啊 大姐 我们家的镇头那么高那么帅 为什么婚姻都那么都不出现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耶 我现在终于懂 原来是能量的关系 婚姻 那个什么啊 那个夜老没有显现嘛 所以当我们来到了超级生命密码里的学期 前面能量打开 所以呢 贵人显现耶 我的媳妇啊 我的媳妇就在外面 太美了 你知道 太棒了 太幸福了 他们要上台了 来赶快鼓掌鼓掌 哇 太开心了 哇我这个媳妇真的是 我以前不知道她就是我媳妇咧 我 我是无形当中 无形当中 那个口罩可以拿掉 无形当中 给大家看她的帅 你知道吗 打岔了我忘了分析 无形当中你知道吗 我们家的那个像我们的弟媳妇什么 她说我很不服气啊 我们家的种 我们家大姐的小孩明明就这么高 那么帅 为什么婚姻不出来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嘛 你看长得一表人才对不对 鼓掌 真的 原来是能量的关系嘛 主得我们各方面都要记得 诶 招致学到了 我知道了 我赶快努力做 原来帮助更多人幸福 我们家就会幸福啊 对不对 哇 所以呢 你看哦 我们这个媳妇啊 哇 她的公司就是我们跨国际的 就是我们天原文化 所以她也是我们天原文化的职工 我们这里的 所有的她的同事 长官 一致的 哇 把她们两个撒走堆了 哇 很开心 那也当然得到我们的大家长 我们导师的非常非常的祝福 你知道 当你受到导师的祝福 天地的祝福 所有人的祝福 你知道他们甜到什么程度吗 他们真的 我不好意思讲 好甜好甜就对了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 你要想你的生命要改变 像我们这样子 这么这么的幸福 对不对 真的要好好 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的生命记录 你已经紧急赢 这么的认真 就是现在的成果 何不打开心门 我们把自己一点的时间 我们邀请大家 我们来到我们超级生命 我们天原文化的教育机构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你也可以跟招致 跟我们家 这么一样的幸福好不好 哇真的太感动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 越来越幸福好不好 因为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一样 因为导师讲过一句话 哪一句话要不要听啊 众生平等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平等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只是在你要和不要 今天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既来之 折安之 心门打开 好好我们在欣赏下面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喔 祝福大家喜乐丰盛 祝福大家感恩 好非常感恩 超智姐带来呢 非常热忱又感动的分享喔 那也恭喜她呢 从好太太 晋升为好婆婆 那相信只要人人呢 愿意真心的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人人都可以拥有全方位的幸福喔 当然这一切一定要感恩 我们太阳盛的导师呢 带给我们诸多的黄金课程 品真您说是吗 是 那听完以上四位分享嘉宾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是否对于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方法 感到非常的跃跃欲试呢 如果我们只是看看书 做做心法 就能够像以上的四位分享嘉宾一样 翻转人生的生命地图 那更何况是 由天元集团的大家长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创办人 太阳盛德导师 即将为我们亲自授课 2024年夏季的 黄金人生巧安排的大型活动喔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 2024年即将到来的活动的前刀影片 请掌声 在这快节奏的世界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天天不断地追赶时间的脚步 期待能打造属于自己的黄金人生 然而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中 往往感到以往和困惑 总觉得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关键 今天让我们来告诉您 通往黄金人生的重要关键就是 专注力 俗话说 花若盛开 蝴蝶自埋 人若精彩 天赐安排 一个人之所以会失败 往往是因为专注力不足 导致在人生的规划与梦想无法达标 而成功 不是被动更带机遇的降临 而是主动改变自己 提升专注力 打造出专属的魅力 让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花朵 而在天地的巧妙安排下 让您的人生仿佛拿到了金牌 从此赢得了今生的竞赛 今天 一场改变您我生命地图的机会 即将展开 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 即将于2024年7月6日 7月7日 清零马来西亚大通体育馆 盛大举办 拥有爱 黄金人生巧安排 云端音乐饗宴 以及云端人生成长实作研究 太阳圣德导师 近年来 致力为人民解惑 提升心灵素质 是为伸手敬重与信爱的 身心灵咨询导师 导师所创作的每一首歌曲 都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密码 让人们能够借由音乐的洗礼 彻底地改变生活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 那么您将会发现 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转变 会是多么的简单又彻底 超级身密码 从2010年发展到现在十多年 全世界各地的学员 受益者不计其数 在每一个人受益的过程中 他的心中是澎湃的 是感动的 人生要吉祥 要幸福 是要一时还是一世 是要一世还是生生世世 所以要告诉所有的与会朋友 来到超级身密码的系统 一定要把它修通 你修通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自己犹如沧海技术 幸福吉祥 我们可以掌控 我们不是苦苦地哀求 我们是主动地掌控 营造 变成我们本来就有的配备好不好 在本次的音乐饗宴中 太阳圣德老师将会亲自带领着我们 重新定位我们的人生目标与方向 藉由这音乐的洗礼 来提升我们的心灵层次与专注力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里 人人所追求的黄金人生 将不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站 而是在我们的生生世世中 都能在天地的巧妙安排与祝福下 保持着永恒的精彩 让您的过去 您的现在 您的未来 这一切 都有了最巧的安排 超级身密码 由我推印 如果你能够把心门打开 接受我们所讲这是事实 而且天地的爱的能量 大到无边无际 只是看你能够接收 能接收多少 互动多少 相应多少 你会发现人生也就越来越顺 路越走越便宜 越走越笃 越走越笃 原来想要拥有黄金人生的关键秘诀 就在专注力 一鸣你说对吗 没错 当我们把专注力放在对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观观难过 观观轻松过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欢迎 如何让月薪从2万到20万 这个秘诀在哪里呢 就让我们来欢迎惠玲姐为我们分享 欢迎 感导师 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桃园的惠玲 真的很感恩 有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然后呢 让惠玲的生命真的就是从此翻转 其实惠玲在 每一个人刚才她讲的就是前观 但是惠玲是生死观在前面 其实在之前呢 惠玲没有在超马学习的时候 就是为了钱 钱观真的是也是很难过 但是呢生死观更可怕 那非常的感恩就是我的孙子 一再要求惠玲回到超级生命密码来学习 所以说惠玲真的很感恩到最后的抉择 就是回到超级生命密码来学习 跟着我们的导师 所有的大型课程 真的很感恩 为什么今天会这么说 在惠玲刚回来超级的时候呢 曾经就是想过 因为家里生病没钱就是 当然就是另外一条路 可是很感恩回来的时候 想呢就是不能去想 因为在惠玲在 2021年的12月份回到超马 那上了导师的第一堂课就是 2022年的拥抱幸福十三招 因为这个大型课程 也就因为我们的能量补起来了 所以在2月16号的一氧化碳中毒 全家就逃过了四个人喔 就逃过了一劫 因为为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在房子里面 那窗户全部关起来 它是很 就是很冷 那个时候是冬天还算蛮冷的 那就是这样子 因为不知道一氧化碳 就是外泄 那刚好就是女儿先出事情 可是我们 我跟我的孙子在房间弄我们的DM 所以说真的很感恩 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满的 所以救了我们一家四个人 那有了生命之后 后面的路当然就是 才有办法继续走 那就是继续上课 跟着导师学习 那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型课程 还有网路共修 那惠玲真的就 再一次的体验到 导师的大型课程 3月20号的 就是帮惠玲找回了工作 其实我们太阳神的老师 常常教导我们 自助 人助 天助 那过去因为自己不懂事 所以说有很多的关卡 都是没有过 可是在我们抄码呢 真的很棒 因为导师教导我们的 都是最正确的 新门打开 逻辑通了 就万事通 那惠玲也是参加了 3月20的大型课程呢 就遇到我的前老板 那这个老板也是 开除惠玲的老板 那真的很感恩那一天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坐火车 他从来不坐火车的 偏偏那一天他就是搭火车 就这样子他看到惠玲在发书 他就走进来他就问惠玲说 你发那个一天多少钱800吗 我说这个没有钱 他说没有钱 那你不用工作赚钱吗 当下我就大概就跟他聊了一下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那惠玲回来学习之后的一个成果 其实他听了听之后 他就邀了惠玲回去公司上班 这个就是天地送给惠玲的自住 你没有自住没有去上班 哪来的人住 所以真的很感恩惠玲就在五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疫情 惠玲还是觉得要把自己所发的愿 因为那时候我是没有钱的喔 我回到超级的时候是一 口袋是没有半毛钱的 但是现在就是说在超级的学习 让我知道自己哪里做错 就必须去改正 所以说这一路上来 其实像我们的前导片 有果推音 即便惠玲之前在前系统 他也不会教我们这个 只是会教我们 你就要念经懺悔 就是跪在那边就好了 可是我念了二十几年 其实是到最后还是空 那惠玲回到超级的时候 从我六月份就是2022年的六月份 开始上班 因为那时候惠玲发了一个愿 就是一百 一百场的分享会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钱 我只能做法布师 但是我也很感恩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那六月份的那个大型课程 惠玲参加完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正面临一个搬家的问题 天地很好 他送了我一个就是房子很便宜 因为那时候房东也在赶惠玲嘛 那惠玲只能透过超码的学习 然后去做超码的事情 去分享 然后将这个考题就是告诉了天地 也告诉太阳公公 因为那时候惠玲做了太阳灵验转运法 所以说惠玲很庆幸 从九楼搬到六楼 那九楼的房子一万四 然后房东要涨到两万八 那也因为我参与了我们的分享 线上分享 所以说天地又帮惠玲拨转 刚好六楼的房东他从嘉义回来 所以他就说你住了很久吗 我说没有 大概两年 因为现在要搬家找房子 他说那我房子租给你好了 我想哪有可能房子就要租给我 他也不认识我 那惠玲就问 他就跟惠玲说 你要不要下来看看 可是那时候惠玲必须赶着要出门 所以说我就跟他约了晚上 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我想可能就没有了 殊不知天地真的很爱我们这一家人 他居然这个房东从第二天从嘉义上来 他自己上来按电铃 他说李小姐你可以现在看一下房子吗 我说你那个房子多大 他说四房 我在想三房叫两万八 四房不叫三万多 可是那时候怎么有可能有钱 没有钱的真的没有钱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自己先设定了 也没有听人家讲 所以他就告诉惠玲说没有耶 我要只要住你一万五四房 我说真的吗 她说真的 后来 后来打开的时候进去看 那里面是百万装房 然后他所有的家具啊什么都是新的 电冰箱啊还有 反正里面都是新的 就是你进去就是可以住的 包括电视都很大一台 还有卡拉OK 那我的孙子说卡拉OK很好喔 可以呢来放导师的歌 结果呢 那个房东又给了我的孙子一台电脑 她说这个电脑全新的就送给她用就好了 所以你看 在抄码学习是不是可以很轻松 那后来惠玲又参加了导师的 陆陆续续的大型活动的课程 诶 这次就很奇怪喔 只要我只要参加过课程 我老板就加我六千块 就很奇怪喔 她就自己会 她说奇怪了 为什么你去参加太阳盛德老师的课程 我的手就很痒想帮你加薪水 所以说真的在抄码真的奇迹连连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说为什么 一直到后面从三万二 然后到四万五 然后再变成五万多 再变成六万多 一直到四月十号的时候 惠玲就领了八万七 那这个八万七呢 刚好我们上完志工课程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志工营 其实真的 就是很不可思议 老板莫名其妙要去哪里 弄了一间铁工厂回来 那她弄回来的时候 她只是让惠玲去人力银行找人才 我说这个是什么 她就拿给我看 我一看 哇是锅炉 锅炉对惠玲来说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制造 就是你要如何去制造它 惠玲非常的清楚 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惠玲就是 从事锅炉跟老板 一直在身边 一直学习一直学习 那她要找人啊 那惠玲就说 那之前的员工呢 她说不知道呢 因为她的朋友给她的时候 她去到工厂是空空的 我说那你可以跟她要他们的名单吗 我们就再把她请回来 就这个样子 然后她就还是坚持要去找人力银行 我说其实我会这个锅炉 你相信吗 她说我不相信 这十五人哪有可能 她就这样子讲 我说我真的会 然后她就说你为什么会 我说我会 然后她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最后她说那你解释给我听 锅炉是怎么形成的 我就真的开始解释给她听 从教货不锈钢板还有钢板进来 然后要怎么做拉力测试 然后要怎么安全法 我就全部讲给她听 她说原来阿嬷你真的会耶 我说我真的会 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 惠玲在做太阳里面转运法的时候 告诉太阳公公 我必须帮老板把这些人才全部请回来 真的第二天打电话去非常非常的顺利 后来他们回来之后呢 厂长跟惠玲聊 她说你会锅炉 我说我会 然后我也告诉她 在二十五年前 是我把锅炉送到香港的展示场去 展览的 所以她说哇那你真的会耶 我说我会 就这样子 突然间老板就说 那你来做经理好了 我说我没有学历耶 她说我不管你学历 我听过太阳盛德老师的网路共修 经验比较重要 对她说经验比较重要 所以惠玲就接下了经理的这个职缺 那也老板也跟惠玲说 那我算算了 看你的薪水多少 那你就为她做母国 你三月好了 就是三倍 是现在薪水的三倍 所以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天地 那其实惠玲也会在想 嗯 其实我回到超马的时候 真的是口袋空空 我今天可能就是说 你要去买什么都不可能 更不用说要去哪里玩 那也是不可能 可是呢 真的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跟着我们太阳盛德导师学习 她真的就翻转了惠玲的生命地图 现在惠玲真的是可以说 前观对我来说已经过关 那跟女儿的关系呢 其实我的女儿她 嗯 因为她今天也有来 但她怎么讲 她很早的时候就当妈妈了 也就是我的孙子 她现在已经12岁 那我的女儿才28岁 那我跟她的感情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因为我觉得 你没有做好地职归宗的 就是 就是她在感情上面 她并没有做好 所以她才会这么早生下孩子 所以我很会骂她 我把最难听的字眼都骂她 可是呢 当我在超级学习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地职归 因为我骂她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修 那为什么之前这么这么的惨 因为就是不知道自己错了 而且还觉得自己很对 后来惠玲透过我们的玫瑰心法 跟我的女儿忏悔 我记得玫瑰心法就是到彰化参加我们云长的得香女人花 那时候惠玲才知道还有玫瑰心法 真的可以在家人身上这样做让她成功 那就是我的女儿真的 我做了将近半年 我这个女儿不但回来了 她现在薪水全部都交给惠玲 她一个月喔 她的工作也是天地早的 就在我们家旁边 她一个月三万九 她交了三万块给惠玲 对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抄马这一路上 真的给惠玲非常非常多的礼物 当然是不止这些 可是呢 真的很感恩呢 今天有这个机会 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没有导师这些大型的课程 让我们就有如踩 其实 其实我的孙子她曾经跟我分享过 阿嬷你知道吗 一个大型课程就是踩着一块金砖 我们越多就踩越上去 所以要一直上一直上不能怠惰 所以说真的很感恩 这个孩子会一直提醒惠玲 我们现在导师都送给我们的就是金砖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抄马这条金线 所以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边 我相信你听了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分享 其实这都是真的 我现在不用为钱烦恼 我也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买的东西 在我没有回到抄马之前是不可能 那再来惠玲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 我不用拿出头期款 我就有两千房子 其实惠玲在去年的时候也是参加完导师的大型课程 这个大型课程真的是让惠玲真的 可以说真的 不知道怎么去感恩我们的导师 因为真的礼物太大了 那也感恩天地 就在参加完大型课程的时候的第三天 我的前房东 这个房东是二十几年前的房东喔 不是现在的 他准备到移民去加拿大 可是他要卖房子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惠玲 因为惠玲带他们去参加了十二九的大型课程 所以他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想到的就是惠玲 他问惠玲说 你跟你的女儿以前来跟我租的那个套房还在 我想要卖给你 可是你要卖给我 我也不可能拿出那么大笔钱 所以惠玲不敢答应 但是他就是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讲 讲到最后他告诉惠玲的就是说 你在超级生命密码学习 跟着太阳盛的导师学习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再短短的两年三年 就把这个房子的钱还清了 结果讲到最后他也很怕 因为为什么他 我一直拒绝他 他就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一直拒绝我们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在上过课 就是不能欠人家 所以说惠玲就是卡在这边 不相欠 那后来他就一直讲的时候 我就回去公司跟老板讲 老板说你该不会遇上诈骗集团吧 我说没有不可能 于是呢老板就比较担心我们 他就会说你们祖孙两个 就没有什么了又被骗那就更惨 那你干脆把他带来公司 然后我也请律师下来 真的这一次 这个房东大姐他真的到公司来 他自己也带了袋鼠跟律师 不是只有我们这边有律师 来的时候他们互相介绍 原来我的这个前房东 这个大姐的先生 他是一个大法官退下来的 所以他在桃园很多房子 那他临时要回去那边 跟他的儿子就是定居在那里 所以他想到的就是把套房用25年前的价钱 9万5卖给惠林 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那个房子套房是17坪 17坪多 那后来惠林办好了所有的过户 有一天手很痒就跑去查一下591看看 结果一看那个房价现在是34万多 所以真的天地送我非常非常大的礼物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当 又参加完了另外一个我们的3月24的大型课程 参加完的时候房东大姐又从加拿大打电话回来 他说我先生说不对啊 你家那么多人 你这么多人怎么可能说一个房间可以住 他说干脆那三房也过给你好了 你再慢慢还 一个月还5千3千都没关系 还到7年后我们回台湾再算看多少钱 就因为这样子真的就还了 就真的过好然后每个月还他5千 那其实在套房的部分 一百六十万惠林已经还清了 为什么可以还清呢 就是因为跟着我们太阳神的老师 学习到正确的一个理念 就是老师告诉我们 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 可是我们欠人家的要还啦 你这辈子没有还 你也是还要还生生世世 那惠林当下就想到欠人家的 哇原来我真的欠人家很多 因为我很喜欢做投资 然后拉人家去做投资 什么美金的球啊 五千都做过 因为利润很高 可是你不知道说 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介绍人家 害人家倾家荡产 甚至人家的就是他的 我朋友的一些保险金都赔了进去 当老师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我犯了多大的错误 所以在钱系统为什么一直爬不起来 后来惠林就听老师听话照做 一个一个去跟人家懺悔 然后跟他说我用分期付款还你们钱 起初人家讲说公万家 哪有可能走就不负了 又来贏钱 真的啊我朋友他们都是这么说 可是惠林不管怎么样 从我开始领薪水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分期付款 还到去年的十二月份 那个时候呢 算一算就是大概一百多万 可是我这些朋友 后来相信惠林讲的 所以他们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的一些 有时候他们上网路共修 那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去 上我们的大型课程 所以说他们把钱全部还给我了 因为他们说其实想来想去都是自己的错 不是我的错 如果自己没有那个贪 怎么会去投资 所以说他上了老师的课程 才知道原来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 行有不得反求足己 这个就是我们老师常常教我们的 所以听话照做 所以惠林就迎来了人生的最大的礼物了 所以谢谢大家也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惠林非常精彩的分享 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世界里面呢 就是这么的简单易懂又有效 所以呢 邀请大家千万不能错过这条我们的路哦 真的 真的 因为这条路蕴藏着精彩丰富 当我们能够踏实地走在这条道路上 就能够收获许多的祝福跟幸福哦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 由太阳升的导师所创作的非常动听的歌曲 《我们的路》 请掌声 谢谢大家 《我们的路》 《我们的路》 知名 《我们的路》 这是我遥远你走的路 你走的路 没有理由 再也没有健康 毕竟穿过了就再也没有 请相信我 这条路云长今才丰富 唯独我们的悲哀与祝福 这条路我们的悲哀与祝福 这条路我们的悲哀与祝福 也忘了离着尴尬和支柱 这条路我们的悲哀与祝福 这条路我们的悲哀与祝福 我们的悲哀与祝福 这条路我们的悲哀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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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今天这首歌我们必走的路 回想一名过往 也是在某某懂懂的岁月当中跌跌撞撞 但是因为如今有了超级生命密码 一名才能重拾健康 不仅是身心灵的健康 如今还拥有了一场 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工作 你说对吗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这位分享嘉宾 他秉持着实修实练 新门开福就来 不仅你好我好大家好 还推动社区灵力一重 来推动超级生命密码 因此祸福绵绵 我们接着要邀请来自中立的 胡碧珠胡姐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欢迎 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好 林云长好 各位嘉宾们大家下午好 好 今天真的非常的感动 刚刚也听了前面几位家人的分享 那么毕珠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 在向各位今天的各位坐在台下 那么聆听台上的同学来做一个分享 那当时呢我除了感动泪流满面之外呢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也要向他们改变的故事 那么将来呢也可以因为自己的改变 而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因为当时2017年呢 毕珠呢在生命的最谷底 那么 家庭 事业 所谓的前观 情观 生死观 每一样 我就在那刹那间碰到了 所以呢 家里的成员 还有很多的 这个 所有的 应该是说人事物 没有一向是顺利的 家里九个人 除了三位小朋友 我们有 只有我一个人有收入 其他的人没有收入 还背在千万 在座的嘉宾 如果听到这样的状况 您会怎么说 一定走不下去 对吧 那毕珠呢 非常的感恩天地的厚爱 让我拥有 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机会 我就在一次的朋友的邀约 让我到台北去参加 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当时是礼拜四的晚上 那么 就一场 这个 分享会 到现在目前 中心还是维持 礼拜四的晚上 有惊喜分享会 所以呢 各位嘉宾呢 如果这 你有新朋友 那今天你也觉得很感动 我们呢 没有这个大型的 这个 惊喜分享会 你也可以在每周四的晚上 到台北 我们北中南的田园教室 来参加我们非常难得的 这个惊喜分享会 因为朋友真的 有些困难的时候 需要有人来帮助 那么就像毕珠当时 其实我的朋友要帮助我 其实我刚开始 新门没有开 但是非常的感恩 田底的厚爱 也感恩有导师 这个教导解惑 也让毕珠呢 重拾了生命的意义 当时呢 因为太多的状况了 你说悲哉 然后呢 家里都没收入 只有我一个人 七万多块的收入 请问要如何维持这一家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 游过去退婴 当时呢是因为我们结束了 跟人家合伙的公司 那么孩子们呢 煞时间呢 就开始要重新找工作了 所以这个恩怨情仇呢 也在我们家不断的上演 那甚至于呢 先生呢在2017年的年初呢 当然也是因为纠结了很多的人生的课题 所以呢 刹那街呢 他就无常来报到 那当时毕竹呢 就是压倒了我的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完全封闭了自己 也没有办法接受现实 那感恩有因缘来到超嘛 那当时呢 导师也回来台湾 那四月一号四月二号 我就参加了导师的原来富有 可以很简单的课程 就这样让我的生命改变了 我当天晚上回到家 各位我已经六七年没办法睡觉 而且心脚痛 我那天回去 我可以睡到天亮 原来天地的爱一直都在 只是呢 我们当时呢 整个负面思维溶造了 那么所有的夜席呢 在干扰着我们往前的脚步 所以让我没有办法 有一个一线曙光 那若非天地 若非导师 若非这个台湾声的导师 创建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我相信 应该有很多的人会跟毕竹一样 无言 无语问昌天 所以真的很感恩 那当时呢 我来到超马呢 其实也是透过非常 简单相信听话照做 因为呢我希望改变我们家的状况 也改变我自己的所有的 种种的不好的逻辑观念 因为当时呢很多的负面 要去解决要去面对要去挑战 所以呢 马上就怎么样 很多的不好的这个想法就出来了 那感恩来到超马 导师说要学习弟子规 那我开始从弟子规里面 看见自己的错误 也看见了自己很多抉择上 造成最后面很多人事物的不圆满 那也因为用运用步骤123 那么让我开始可以展笑颜 那过往我都好严肃 那我曾经跟同学们分享过 我曾经在一个小店家呢 跟这个老板 我买个东西我就问他说 老板怎么没有开发票 你知道老板怎么说吗 你是国税局的 看看我有多严肃当时 但是现在的我呢 真的随时都觉得 有这个开怀的这样的一个心胸 那我也真的笑得很开心 不再像以前 可能很多事情都过不了关 那其实都跟自己过不去 那在座的嘉宾 您会跟自己过不去吗 真的吗 新门开福就来 这是太阳盛的导师 常常呢 在上任何的课程呢 开始导师都鼓励我们 心门要打开 那么福才能进来 那因为我们常常把心锁住了 然后永远箭头都指向他人 因为都是他人的错 所以没有办法来反思自己 到底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一切都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来找这个答案 什么答案呢 就是错误的问题 该解决的一些答案 那我很感恩 其实最感恩是营运掌 当时呢 壁柱呢在超马 其实有一阵子呢 也不是过得很顺 因为很多的挑战 那用了超马的方法呢 你有时候会觉得 嗯 明明就很有效 为什么突然没笑了 同学们 真的会这样 但是呢 坚持 然后呢 回来 找问题点 所以我又再回来 从低止归又看到自己的习气又来了 好 所以真的 呃 在这一段路呢 那从2017到现在2024 各位 我们家的情观前观 所谓的生死观观难过 观观过 而且是轻松过 真的非常的感恩 那 呃 当然 呃 我们的人生啊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课题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做的同时呢 为我们累积福德 让我们的资良呢 可能存在 导师所说的 在天地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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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息场间 那我们随时随地呢 都可以接收 跟天地的连线 那我们就很容易呢 欸 看见了自己的问题点喔 那所以来到超马就没有问题了 只有逻辑观念通不通 你到底修通了没 导师常常会问我们 修通了没 当我们修通了呢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呢太多的事情都是自己招惹而来的 好 那个 这个 不管是 我们的幸福也好 我们的这个 呃 所谓的一些灾恶也好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起心 动念之间 好 其实今天呢真的很感恩 云长给毕竹再一次分享 谢天的机会 也感恩今天 各位嘉宾呢 在 台下呢真的大家都展现的非常热忱的这样的眼神喔 那让我们这些分享者呢 都能够尽情的来分享我们的故事 同时也感召 各位能够因为 太阳神的导师所创建的这个系统 那么大家来做实验 因为在超马呢 呃不是 呃这个 宗教 但是呢我们是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也不是 呃就是 呃 呃 呃我们是一个 呃 呃 每一位家人都能够透过老师的书籍 英党 还有每一周的网络共修 还有各地区的我们的经营会 那甚至于呢 我们还有 导师的每一场的大型活动 那毕竹感受最深的就是 导师的每一场大型活动 只要主题一出来 那么毕竹就会感受到 导师主题要给我们的能量 所以收获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惊喜 都源自于 这个活动的主题开始 注入了满满的能量 当然也请各位嘉宾 您可以来做实验看看 因为在超马就是要实修实验实证 那么成绩单 我们大家自己来验收 那也最感恩最感恩就是导师 能够为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美丽天堂 只要大家愿意来到这里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开始改变 当然老师有很多的心法 在书里面都有 不需要花钱 为什么毕竹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我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讲 很多的心法都不外传 对吧 很多的过去的系统 但是你们的导师 怎么可以在书上就写着这样 让大家这么方便 我说这就是天地授 这个授权单位不同 那么导师呢 他拥有满满的慈悲的爱心 那么给我们非常多的方便 那各位今天的嘉宾手上每个人都有一本 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对吗 对 请大家回去之后呢 那赶快的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来回读个三遍 那么认真的去品味导师在超级生命码 为我们所讲述的前显易懂的好文章喔 让我们的生命从此改变 大家从此可以有幸福温暖 而且非常富有 那当然这个富有呢 一定是要大家很想要的对吧 那同学们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你不健康会富有吗 不会对吧 就像毕竹刚来超马的时候 病奄奄的被拖腰弯 稍微投胎起来就要晕倒了 然后是我女儿扶我到这个课室去上课的 那么今天呢是个卖路第八年了 我是好端端的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 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的感动有很多 我的感恩也很多 礼物很多说都说不完 所以呢只有谢天 因为没有天何来风 所以邀请在座的嘉宾 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到超级生命码系统学习 我们大家一起跟毕竹来幸福 来温暖来富有与日俱增感恩 非常感恩 读解精彩的分享 好喔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加码 擁有今天的礼物 那现在呢就要来抽出今天的天地心宠儿 那首先呢我们来抽出第三个数字 百位数 百位数 好 第一个号码是0 十位数 十位数 第二个号码是6 好 各位数 好第三个号码是3 好所以呢恭喜今天是63号的幸运儿 我们要来恭喜 黄哲隆先生 恭喜 恭喜 好 好 我们这份礼物 待会呢 请黄哲隆先生到我们的服务台 这边来领取 黄哲隆 黄哲隆先生到我们的服务台来领取礼物喔 好 再来呢要来抽第二个礼物 好 百位数字呢是3 十位数字呢是0 所以是303 好 恭喜我们的 柯若杰 好 恭喜若杰 电话是0978625313 柯若杰 谢谢 好 那现在来抽出第三份礼物 好 百位数字是1 好 百位数字是1 百位数字是1 百位数字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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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位数字是7 好 各位数字呢是5 好 所以是1 7 5 好 恭喜我们这位得奖的是 是 曲荣 曲荣 宝 好 恭喜这位 曲荣 寶 吧 他的手机号码是 有品真来 10926010187 好 恭喜以上的得奖者 然後歡迎到我們的服務台 來領取今天幸運的禮物喔 非常地感恩今天所有的分享者 為我們帶來如此真實又令人感動的故事 相信現場的嘉賓朋友 都已經領受到天地宇宙間 最重要的兩個生命密碼 是什麼呢 愛與感恩 沒有錯 因為有了愛與感恩 幸福自然跟著來 是的 還有什麼會比更多的祝福 更加的幸福 相信透過今天的這一場 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 您一定充分掌握了不有的關鍵密碼 就在太陽靈驗轉運法 沒有錯 如果你也因為今天的這場盛會 感覺到溫暖和受益 更何況是來到我們7月6號 7月7號黃金人生巧安排的實作課程呢 將由太陽聖德導師為你我親自現身說法 相信大家一定能感受到您的家人朋友 對您的在乎 而您手上這本書超級生命密碼 更是太陽聖德導師對全球有緣朋友的 因應期許 也希望大家能夠掌握這兩項密碼 愛與感恩 能夠擁有輕鬆的密碼之廟喔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 圓滿人生經營會 以上相關的訊息 可以詢問我們在現場穿著黃色志工服的超馬志工喔 珍惜我們今天難得的緣分 也祝福大家 因為有太陽 生命從此放光芒 期待我們再相見 謝謝大家 我猜人海沉浮中 渴求一份愛 你在燈火阮山處 看著我來 千年之月早安排 一切有了交代 永遠助力守候 永不匮乏的愛 春去春來花謝花開 愛蔓延開來 幸福吉祥的道理 卻心切明白 穿梭人間來愛的霧霾 用愛 用愛就精彩 用愛就精彩 只想道路現在展開 萬難太陽愛 這永不匮乏的愛 願意義遠藏 今生來到了現在 竟然可以好好被疼愛 曾經你我渺小如塵埃 快快把脚步迈开 要怎么收获钱那么在 珍惜这份爱 Zither Harp 曾经人海浮沉重 陪我赢一份爱 你在灯火阑珊处 看着我来 千年纸月桥安排 终于有了交代 永远住你守候 不匮乏的爱 暖暖红白太阳的爱 无法被取代 从今起 把我住在手中的金牌 感恩这永不匮乏的爱 生命好精彩 今生来到了现在 从此可以好好被疼爱 感恩永不匮乏天的爱 快快把脚步迈开 要收获就得先那么在 珍惜这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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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过永远不再